好 现在大家看到了 我的指是这样的 我今天是一个横的构图 因为我下面一会儿 除了要画漂亮的海滩 我还要画椰子树 我先在画面 靠近下方的地方 你可以选择左下方右下方 你可以选任何你喜欢的位置 来画一个圆圆的太阳 画的时候先画的小一点 千万不要一下子画大 如果你画了小了 想要改的大一点是可以的 但如果你画了大了不够圆 你要再越画越大越画越大 最后整张纸就变成一个大月亮了 是不是 好 画一个圆圆的月亮 有小朋友说 这样是不是太小了 我想再画大一点 你看我就再往外面画一圈 我们今天要画的都是橘色调的 所以呢 我要直接拿它取了黄颜色 我现在先不调 我就拿这个橘色直接开始画 画什么呀 我要画一条线 从太阳旁边 从太阳旁边 往左画线 尽量画的直 跟哪里比直啊 跟这个页 整个页边啊 整张你的直 到页边的距离 把它比齐 感觉你的距离差不多 不要斜着啊 就是从 从这条线到纸边的距离 从左到右 让它保持一致 大家看到了没有 你看我把我的手指放在这 左边 从我的指尖到指根 是指 这里也是 指尖到指根 我要让我的这个颜色呢 差不多 跟这个 是一样的 到这也是啊 如果你 你不能够很好的判断 你能不能画直的话 你可以拿另外一支笔 在旁边 比一下 一笔齐 那我就要画 跟它差不多 你看我的笔上 因为刚才有黄颜色 现在画出来的颜色 自己就渐渐变了 很美 画好了之后 这个颜色 让它 画到这太阳上面 中间可以通过去啊 很小心的 给它画上去 但是我不要把这个太阳的颜色 全盖住 画好了之后 我拿橙色继续画 画到太阳旁边的时候 要小心 注意不要盖着太阳的形状 谢谢大家 当你出现 当画到这里感觉这个笔出现这样 我们叫做非白 你笔画上去的之后 好像没有能够很好的覆盖住底纸的颜色 出现了白颜色的颗粒 那这个叫做非白 出现非白的是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呢 就是你的笔 你的颜色太干了 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呀 笔上没有颜色了 那你要自己来判断一下 你的笔到底是太干了呢 还是笔上没有颜色了 怎么判断呢 你可以先搞一点颜色画上去 如果画上去之后 笔还是 笔尖上蘸了颜色画出来的 还是感觉很难在画面上拖动 很难把颜色涂匀的话 就说明笔干 如果是笔干了 就把水放在水桶里面 一下 连一秒都不用 你就数一 然后赶快拿出来 蘸一下赶快拿出来 这时候你笔上的水分就足够了 给你的颜色调一下 一定要调好再画 不能够沾了颜色 马上就画在你的纸上 那样的话 你笔上的水分 比颜色料还要多 出来的颜色就不是你想要的颜色了 现在我有一个 跟我的指头差不多宽的 这么一个颜色了 比我的指头稍微宽一点 这个颜色了 这是橘色 那我现在要让它的颜色呢 稍微的变浅一点 我要给它加黄 加黄是怎么样啊 跟刚才一样 我从侧面取一点黄颜色 加入到刚才我调的颜色里 你看我把刚才调的这个颜色加进去 我让它变浅啊 我能不能把调色盘整个涂满啊 不能啊 那就失去我们调颜色的意义了 我们调颜色尽量让颜色在笔尖上 或者在调色盘里均匀就可以了 所以尽量控制你的颜色面积小 因为我们可能还要用调整完其他的位置 来画别的颜色 所以尽量把这颜色画小 调好了的第二笔颜色呢 挨着第一笔颜色一样画 还是刚才那个啊 画到太阳边的时候我要小心 不要着急啊 不够了 我的颜色也不够了 那就再调一点 还是跟刚才一样 从旁边取颜色 调一点 调颜色的时候 用笔刷的尖 把颜色调均匀就可以了 画到纸面上可以感觉一下 比刚才的颜色感觉还要深一点呢 那我再加一点点黄 我们让颜色变浅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给颜色里面加白色 另外一种呢 是给颜色里面加水 总能让颜色变浅 注意用笔颜色是一个方向 顺着我们刚才画的这个 水平线的方向 今天我们画的这个是水 太好了没有 我们要继续画喽 我们要继续画了 现在我们要继续往这个颜色里面 刚才调好的颜色里面加黄 你们能看到你们画的颜色越来越浅了吗 而且是一点一点一点变浅不要一下子变浅了 有一些家长屏幕没有打开所以我没有办法看到他的画了 好现在我们刚才我检查过的小朋友画都非常棒 我们现在可以把颜色继续啊 刚才的颜色我们继续如果说现在我到了一个什么程度了啊 我现在再加进去黄颜色看上去 你看我现在可以直接用黄了 我不加橘色了 你看我颜色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好朋友们看见了没有 我现在的刚才我的调色板 我说我把我那一笔颜色用完啊 我用完了之后 你看我直接用黄颜色了 我取了一点黄颜色放在这 我直接用黄颜色画上去 颜色不再变浅了 是吧 正好 现在大家要注意了 你看我们刚才画的颜色是一直往上 让它慢慢变浅 现在我笔上的这个颜色我还能不能往下画了 我这刚才还有一点点没画好 我觉得不是很满意 我能不能再画画这里了 不可以了啊 因为我笔上的颜色已经变浅了 跟刚才的颜色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刚才画到什么样程度就是什么样了 不能够再画回去 好 你看我现在画出非白了 说明我已经没有颜色了 我的黄颜色也用完了 怎么办呢 这就是刚才老师讲的 应该取得少 再来取 也不要一下子取太多 用不完 我再取那么多黄颜色 我还取像刚才那么多 像指甲盖那么大一块 千万不要取多了 每个人的颜色 因为生产厂家生产批次不同 它都会有微小的差别 所以你的颜色是不是太干了 要你自己画出来才知道 如果你画出来 感觉它是有非白了 或者是拖起来 感觉这个笔很色 感觉很重 拖不动 就说明需要加水 或者是加白 我现在颜色到这种程度 我 sorry 我现在到这个程度之后 我颜色还要再浅 大家看啊 我现在颜色从橘色已经慢慢变成黄了 所以我还要它再变浅 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怎么办 记得老师刚讲啊 变太多 每次加进去 比蚂蚁稍微大一点啊 加两只蚂蚁那么多的量 我现在在这上面画一层 我的颜色稍微浅了一点 好美啊 颜色渐渐的就变浅了 这个颜色暖暖的 是不是让人看着觉得很舒服 看我取白颜色了啊 宝贝们 注意看我取白颜色也是 从旁边取 是不是 每次取一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让大家控制着自己的颜色 每一次变浅一点点 如果我不小心白颜色放多了 颜色太浅了 怎么办呢 也没有关系啊 你还可以再加一点点黄进去 把它给平衡一下 比上颜色如果干了 就要加一点点水 加了水要记得先放在颜色里调 调好了再往纸上画 不知道我们的小朋友有没有去海边玩过呀 海边会有尤其是热带啊 热带的海边 我们是在比较冷的地方住 但是有的小朋友住在很热很热的地方 就很热很热的地方呢 比如说墨西哥呀 比如说古巴呀 比如说中国的海南岛呀 就是很热很热的地方 那么那儿的小朋友 可能从来就没有见过下雪 是不是 我们要是太冷了 我们就去找一个暖和的地方度度假 我们去度假的时候喜欢什么呀 喜欢去海边踩一踩水呀 游泳啊 坐在海边看日落呀 我们今天画的就是 坐在海边看日落 老师上一次去年的时候去过墨西哥度假 我们还在海边墨西哥的沙滩 白色的沙滩非常美 我们还在海滩找到被海水冲上来的小贝壳呀 还有一些小珊瑚 珊瑚也很美 哪一天我们可以一起画画珊瑚 好 老师的天空快画完了 好 记得控制好颜色一点一点一点变浅 万表一下子变得很浅 一下子变得很深 好了 我又要准备检查作业一次啦 我的天空画完了 你们的天空是不是还没有画完呢 我稍微等一等大家啊 大家如果准备好了 我们要接下来继续画了啊 好 现在我们天空已经画好了 我们要画哪里了 我们要画水了是不是 对 好 现在画水的时候 首先笔上的颜色是刚才天空上最浅的颜色 洗笔不洗 要头还是点头 洗不洗了笔啊 洗笔 洗笔啊 不洗笔啊 宝贝们 不洗笔 不要洗笔 把笔拿起来 我们这次要加一点点什么颜色呀 我这次要加一点 我看 橙色 我加一点点橙色进去看 调色盘上的颜色都是宝贝啊 你看我还在我刚才的颜色里面 我再调一调 我不是重新用了个新的地方 我还是在刚才我的地方调一调 为什么呢 我为什么说调色盘上的东西都是宝贝啊 因为调色盘上我已经调过的颜色 再加上新的颜色 那么它跟我 这个新的颜色 跟我们原来刚才调的这个颜色 就好像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一样 对不对 他们是有非常亲密的关系 所以说 当我们画在上面的时候啊 会很明显 我画了一下 觉得我这个颜色还不够浅 我要再往里面加一点白 刚才我画天空的时候 是黄颜色加白 我现在要是橘色加白 白色是非常浅的颜色 所以如果画在顶上面 它可能会不显 你看我刚 我之前画水平线的时候呢 画的不是很平整 我现在用这个颜色来把我 我的水平线 给调的平整 注意画到太阳上的时候 小心的把刚才我们这个 水平线画的 因为我们用笔刷画的线要粗啊 会粗一点 那么我们用这个新的颜色 把我们刚才这个水平线 在太阳上的这个位置 变成细 非常细的一条线 大家看见了 看见我了没有 把它给盖一盖 大家看到我正 刚才调的黄颜色 我说哎呀我调的深了 没关系 我这深的颜色还可以用 这个画了浅一道之后 我要深的一道 画在上面啊 留一点点距离 每个人注意看我啊 我画第二条线的时候 跟在太阳上的位置的时候 我让它稍微离开一点 我要露出太阳的形状 露出太阳里面的颜色 旁边要给它脸画出 它第三条 一样的啊 看我第四 这三条线中间 我让它留一点距离 看见了没有宝贝 我这中间留了一点距离 能看清吗 留的距离一会儿 我用深一点的颜色 或者浅一点的颜色 都可以把这个水给盖住啊 画水的时候和天空不一样 天空的时候我是尽量把这个 我的笔刷一直在纸上 拖过去是不是啊 我刚才是拖过去画 画水的时候就不是了 我用短短线 我用短短的线来画啊 短短的线 看 我可以用短线来画这个颜色啊 边画边调 调什么呢 调我水的颜色啊 调整水的颜色 看一看 怎么样 这个水的颜色更好看 我选择让我的水面上留下一些白 留一些盖不住的白底啊 我又加了一点白颜色 看我的颜色 不够 点深了 现在因为我是短短的线 所以 我可以把我这个颜色随时换 画短短线的时候 我们拿的是排笔 大家注意看 我的这个是排笔 它有一面呢 是平的 另外从侧面看 它就是窄的了啊 我把笔转过来 看见没有 我们把笔竖起来 用它这个 侧着的这个面 平着画 你就能够画出细的线 看见没有 如果你搞不定 可以让家长来啊 让你的爸爸妈妈来旁边 老师再讲一遍 让爸爸妈妈听一听 帮帮你 把这个笔调整到正确的方法 你这个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难 我们现在拿到的是排笔吗 你手里拿的是个排笔吗 我准备再讲一遍了啊 我拿到的是一个排笔 我手里用的是一个排笔 它的特征是什么呀 它前面是一个方方的头 方方的头呢 如果说我是刚才画天空的时候 我是这样用 我用它的面宽 尽量把颜色多的涂在这个 我的纸上 但现在我要画水的时候 我就要把它给转过来 我要用它的侧面 侧面呢就比较的 面积就窄了 是不是 跟这个面比 跟这个面比它就窄了 我要它是这样的 让这个面 尽量控制住那个笔毛 轻的轻轻的把这个笔抬高 控制住你的笔刚刚挨到这个纸的时候 轻轻的画上去 画短线啊 越到前面 现在越短 越靠近纸边 画的这个线要越短才对 因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水离 我们近了 近处的 我们能看得清楚了 所以它有细节出来了 老贝们 如果你们的颜色 现在还深的话 往里面加白 调一调 那时候小朋友说 老师我调色盘上 还有好多位置没有用呢 这就对了 我们虽然不要打高的朋友 我们一直在门 现在要加水的时候 特别小 因为我们只需要它几根毛 接触到这个画 如果我加水加多了 它可能就会发出一个很大的片 我不想让它有片 大家如果有问题 在微信里面提问 因为我这个Zoom的聊天 对话框不是很 不是很友好 所以大家直接在Zoom 在微信里面提问 我会在线回答一个问题 我会在线回答一个问题 谢谢 大家控制住这个水面 让它从耗尽太阳的地方 往外越来越浅 越来越浅 浩真 浩真 让我看看画到什么样吗 水画完了吗 短短线 浩真 浩真的本子要换了 宝贝 这个纸画出来的效果不好 我看到了 Phoenix Phoenix 我看到了 棒棒的 好的 Phoenix 你旁边为什么还有一张纸 让另外一个举过来 我看看 嗯 挠过来 我看看 哦 棒棒的 好 非常好啊 那你要拍一张我的发给他们 看看这个水吗 因为这个 能看到吗 那我拍了一张水 发在群里面 大家看看 这个水 我希望大家画出来的是什么样一个效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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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好意思 我查一下 下 好 我现在水和天空 基本上我已经画得很满意了 我把我现在用过的笔 放在水桶里 放在水桶里有两个目的 一个是笔上的水 笔上的颜色我不用了 所以我要赶快把我的笔 放在水桶里 如果我们用的是水粉颜料 如果你没有及时放在水桶里呢 还不会造成什么太严重的后果 但如果你用的是丙细颜料 不能够及时把它放在水桶里 如果丙细颜料在你的水桶里干掉了 在你的笔刷上干掉了 那么 那么你的笔毛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硬 下一次你就没办法用了 有家长在问老师用的是什么颜料 我用的是丙细颜料 我用的是丙细颜料 对我用的是我那个 对我从国内 用过来的丙细颜料 我在加拿大买的颜料 我推荐这个牌子 温莎牛顿 这个牌子的颜色非常好用 如果家长感兴趣的话 可以拍下来 这个牌子有100多年历史 是温莎和牛顿 他们两个人共同创建的一个颜料 所以颜料是世界上非常有名的颜料 我非常喜欢它的颜料 我现在用的是我给学生上课准备的 好 我现在就要用一点的 对我的颜料 看老师挤颜料也是一次挤一点点 老师的这个颜料超大质的 你们买就不用买这么大质的 给买小质一点 他们家也有那种套装 我现在挤的是黑颜色 因为什么呀 我们眼睛能够看到的东西 是因为有光线 所以当太阳光变弱了 比如说晚上啦 天黑啦 早上太阳没有出来呀 这样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东西 它一些颜色就要失去了 什么叫做失去了 就是本来树叶是绿了 绿色的 但是因为光线不够了 我们的眼睛就没办法识别出 它到底是什么颜色 我们只能够看出 像它的影子 像剪影一样 现在我拿出了一只小笔 我拿了这只小笔呢 同样占取颜色 是从侧面占取啊 我现在要画地平线 我现在要画的是地平线 你看我从下面开始画 因为地平线以下我不画什么了 所以我尽量把地的面积 控制的小一点 地平线可以画的随意 可以是直线 可以是曲线 可以是任何 画的时候注意啊 不要画在桌子上 不要站在手上衣服上 我过来的会议 可以是 取颜色还是从边上取 养成好习惯 你说老师我和黑颜色我也不调什么了 我能不能戳中间了 还是不要从中间戳 不要从中间取颜色 一定要养成好习惯 每次取颜色都从边上取 好 现在我的低频现换好了 画在纸上会比画在画布上颜料干得更快 因为本身纸的吸水性很强 所以刚才我提到群里面有家长问我 那会我在准备要上课 有家长问我颜色材料 能不能去Dollar Store买 我当时虽然很着急的准备课 我还是上去说一句 千万不要去Dollar Store买颜料 因为这是买东西 这是试验过的 就Dollar Store的纸 不知道是用什么弄的 一个是薄 另外一个是它的吸水性 非常奇怪 它吸得很快 它虽然便宜 可是其实我们画材这个本子 虽然贵 但是你看一个本子 它的纸张很好 你画出来的效果也很好 那么平均到每一张上 其实它薄了成本并不是很贵 如果买的本子很便宜 这个本子又用到很久 很多很多张 你就用不完 然后画出来的效果又一直不好 反而对孩子来说 不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所以还是尽量练习的时候 就给孩子用好的材料 那么他就不用很费力 因为如果材料不好 就算是大师 想画出好的效果也非常难 没必要就是 再给孩子设置这个障碍 就是尽量能够让他 把材料给他提供好 我们现在要画树了 如果你手里面 你对自己害怕画错 你摸一下你的画纸 如果不干手了 就说明它已经干掉了 我的已经好了 我相信你们的应该也差不多 所以我现在要画树 我先拿到了一支铅笔 我在我的纸上 三分之一的位置 地平线三分之一的位置 我往上 让它歪一点 画上去一个曲线 大家看我画这个树的时候 当我画它的时候 我让它歪的时候 注意从下面画的时候 让它怎么 下面的树干让它粗一点 下面的树干让它粗一点 上面的树干让它细一点 这是我左边的那一颗 大家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 我不画太满 天空不要顶得太满 然后它像一个好朋友一样 旁边还有一棵树 是吧 还有一棵 同样的啊 让它的树干下面粗 上面窄 形状化好了之后 笔刷蘸颜色 顺着你刚才画的这个线呢 小心的填进去 铅笔画错了 如果你想擦的话 记得要把这个笔 橡皮蟹 拿开再接着画 不要把橡皮蟹混到你的颜料里 从下往上画 从下往上画啊 像上面的时候 让这个笔尖 画的尖尖的啊 笔尖让它尖尖的 可以把胳膊放在桌子上 用您的小拇指 顶着这个纸面 控制住笔 一定要把笔控制好 有小朋友说 好难哦 这个笔刷前面毛毛的 好难把笔画整齐呢 所以这一个是需要练习 另外一个还有 还有更容易的办法 就是你看看家里面 有没有描线笔 家里面有没有描线笔 叫Sharpy Marker Marker不能是水溶性的啊 要油性的 Sharpy 如果有的话 可以把你的描线笔 拿出来了 老师呢 描线笔干什么呀 我们要画细节了 这时候先把这个树 树的树干画好 等它亮亮干 然后 拿出来的铅笔 然后 我在想我们在沙滩上 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我们 我们可以什么 弄一个长 躺椅是吧 还有一种 我们还可以挂一个吊床 是不是 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画一个吊床 或者是汤椅啊 大家可以想一想 如果你想画一个吊床也是可以的 是不是 或者你说我画有一个人拿着冲浪板 可以吗 是不是也可以 大家想一想 或者是小朋友在沙滩上踢球 可以吗 我画两个小朋友在沙滩上踢球 是不是也可以 你再想一想你和爸爸妈妈去沙滩上的时候做什么了 像老师刚才讲 我们去沙滩上捡 捡漂亮的小石头 我们去捡小贝壳 给你想想你画什么 我现在画一个长椅吧 我今天还是 我们今天准备的画 大家可以发挥一下啊 发挥一下的意思就是 你想一想 想一想 我希望有人能给我surprise啊 想想你自己想画什么 我如果是跟我一样画长椅的话 在这上面画一个扁扁的 平行四边形 平行四边形是什么呀 就是一个长方形 你拉着它的对面的两个脚 把它一拉 它就变扁了 我现在就让它变成一个扁扁的 然后在这个扁扁的上面呢 跟它的边一样水平的画一个斜的线 跟它水平的画一个斜的线 我现在画的是一个透视啊 有一点点难度 所以大家认真听 那我画好了这个线之后呢 我在上面再给它画一个斜的线 连上 又变成一个平行四边形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就是躺椅它可以拉起来 是吧 我现在画多出去了一点 这个时候我可以擦 我的颜色干了 所以我可以擦啊 颜色干了之后 在纸面上很稳定了 就可以擦一擦 画透视的时候 你看老师为什么擦这一点啊 因为离我们远处的呀 它要相对来说要 短一点 离我们远处的这个边 它相对来说要短一点 离我们近的要稍微高一点 这样看起来才更真实 好 现在我给我的这个长椅画一个边 长椅画一个边 好 然后给我的椅子画四条腿 第四条腿 我看不太出来啊 注意那个里边的那个脚 往下延伸 往下延伸 让它站到这地上啊 我们有四个脚了 换好了之后 这躺椅能够竖起来是因为它有一个支着这个架子啊 侧面有个画 从这个脚上支过去 这样我的小躺椅就画好了 如果你想要画吊床的话 吊床是怎么画的呢 来我找一张我不要的纸来给大家画一下吊床怎么画啊 想画吊床的小朋友看我了啊 想画吊床的小朋友看我 想画吊床你左边要有一棵树 右边要有一棵树才可以 是不是 为什么 你要有两棵树 你才可以把你的吊床给拉起来 对不对 好 斜着画一条线 这边也斜着画一条线 画好了之后呢 把它连起来 好 让这两边的棍子稍微长一点 能够把这个 织起来 然后呢 在它上面 靠近中间的位置画个直线 连到这个吊床上 然后均匀的把这个分开 怎么均匀分 你先把从中间一分两个 再从中间一分两个 再从中间一分 每一次分两个二分之一 然后连上 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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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从这个圆环这 连到你的棍子上 你等分的这个线 这边也是一样的 这边要画一个圆 但是它要离这边近 为什么 因为它有透视了 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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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边比如说我树画好了 然后把这个吊床 放在这个树上 这是一个吊床 就画好了 是不是 好 不要翻过去了 如果要画小朋友 怎么办 我能不能画sticker man 不能画sticker man 你要记着 人的身体 是有厚度的 对吧 是圆圆的 你的胳膊腿都是圆圆的 不是一根简单的线 所以千万不要画一根简单的线 好 我现在要画躺椅的时候 我把我的sharpy拿出来了 我先画 把黑颜色 连着 好 现在先不画到我这个 被靠的地方 好 现在我怎么办呀 我要画里边有细细的线 小心的 水平的画细细的线 好 好了 边要用 边可以用粗的笔 画细节的地方 一定要小心 尽量不要出错 尤其是如果我们用sharpy画 sharpy是不能够修改的 好 我现在继续来画我的这个树 我刚才说 我这个树 毛毛的不好画怎么办 你看我现在用这个 你在这个树的旁边 加上一点点 你看像不像写数字7 宝贝们看像不像写数字7 但是我要左边一勾一下 右边勾一下 左边勾一下 右边勾一下 现在我上面让它光滑一点了 我已经画了不少数字7了 我现在上面不画了 用笔把它给描顺了 往上画 让它往高 我好想转一下我的本子 你们如果 因为我是为了对着镜头 不能够挪我的本子 如果你们 你可以挪一下你的本子 怎么顺手怎么画 我现在要画上面的树叶了 靠近它上面的地方 我画的稍微粗一点 马上要长出一个 树枝的枝头了 控制好自己的笔啊 运笔不要太快 慢一点 好 我现在要画这个树叶了 如果你没有信心 觉得我害怕我换错了 怎么办 先拿铅笔 画出你想要几个处业呢 就画上几个 留一点距离 不要画得太齐啊 好 我画了几个 一二三四五六六七八九 九个 这又新问题了 我拿标签笔 没有画在我的铅笔线上 怎么办 没有关系 一会儿你再轻轻的 把你的铅笔线擦掉 就是了 好 现在看我现在画像 蜘蛛的腿一样啊 没有连上 把它给连上 后面让它变粗 如果刚才爸爸妈妈已经给我们的手机照片截屏了的话 刚才我们要画的这个树已经截屏了的话 现在可以把这个树的照片再给宝贝们看一眼 因为我们要观察一下这个树叶的形状了啊 树叶是往旁边伸出去的 然后呢 它每一个叶片上都有细细的像垂下来的线一样 所以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见的这个叶片不一样 有的地方看到的是只有一排 有的地方看到的是两排 父母可以给我们的孩子看一看这个树叶 给它指一指 老师说的是哪一片叶子 哪一片叶子看起来是两排 哪片叶子看的是一排啊 下面的叶子因为可能老一点 所以看起来是 嗯 画叶子的时候 从叶片上往下画 老师这儿的描线笔是一头粗一头细的 所以当我画到这个叶子的侧面的时候 我可以用我的细头的这个描线笔 如果家里面没有的话 那用粗头的就把笔提起来 尽量接触的这个面少一点 画好了之后再靠近叶根的地方加多 好 前面继续 画的时候注意啊 容易犯的问题容易犯的错误 画叶片不要这样啊 不要画出这样的钩 不要这样 不要画钩 顺着这个叶面往下往下往下 让前面是尖的啊 往下往下尖尖的 大家注意看啊 是尖尖的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啊 前面一叶子 千万不要 不要这样 这样是错的啊 不要这样 能看见吗 看得清楚吗 千万不要像checkmark一样 画的线啊 比如说这是我的树啊 比如说这是我的树 就是我上面有几个叶子 画的时候 顺着叶根 往叶尖上慢慢画 后面的叶子长 前面的线短 这样啊 如果是两层 还是一样的 从中间往外画 大家看见了没有 看到了吗 大家能看到这里吗 画叶子要这样画啊 两片叶子有叠加关系的时候 只管画啊 你直接画上去 两片叶子让它落在一起 是两片叶子 专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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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到這裡就接近結束了,請點贊加關注,我們下次再見